何师傅为了我们这个事业 坚决在我这里 我们对何师傅的手艺 是一直的认可 何师傅的学出生涯 从广州立院开始 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立院 加入美月华之后 何师傅开始专注于潮州菜 这次重新出发 在保留美月华经典潮州菜的同时 也紧跟时下的餐饮潮流 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因为上海最近流行东海的海鲜 然后我们这个餐厅 也加入一些东海的海鲜 但是我们用广市潮州的烹饪方法 来煮这些东海海鲜 江浙一带做小海鲜 大多喜欢红烧 潮汕做海鲜 则更喜欢白烧的原汁原味 而普宁豆酱的加入 则更为东海小海鲜 增加了潮市风味 因为普宁豆酱 它的咸味还有它齿味 可以提鲜 然后我们广东有一句说法 就嫌疑淡肉 普宁豆酱它的咸味 刚好可以提到海鲜的鲜味 普宁豆酱味香鲜甜 是潮汕地区不可或缺的调味料 在潮菜和粤菜的发展中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何师傅就要用普宁豆酱来教我们做这道潮市烧鲜鱼 首先第一步先是将鲜鱼改刀 何师傅用的是一斤左右的鲜鱼 可以用斜刀切成四到五段 然后就可以进行第二步下锅煎鲜鱼了 煎鲜鱼要用大火 第三步 加水调味 我们放水的时候就放开水 开水下去的话 那个鱼汤滚得会更白 更浓 因为我们后面要加普宁豆酱 然后我们加个四分之一小勺盐就可以了 糖加一勺 鸡粉一勺 最后再加普宁豆酱 加普宁豆酱我们加四小勺 第四步 加盖焖煮 这一步需要转中小火 加盖焖煮四五分钟即可 接下来就可以加配菜收汁了 这里何师傅选的配菜是大葱和黄瓜 黄瓜切成条 倒入锅中煮一分钟左右 最后再倒入大葱下半段切成的丁 此时可以将火开到最大 转锅收汁 30秒即可 怎么样 这道潮湿烧肠鱼够简单吧 但是美月华用新烧出的好味道 可一点都不简单 美月华章锈以后那些老顾客呢 都一度既往地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最近就是有吸引了 一些新的那个顾客 然后我相信美月华会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执进 blush 见哦 美月 notification